二位好,今天新浪王要打算招呼吧 嗯,你先来 哈喽,新浪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 新浪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韩康 两位这次在大午生里也算是首次合作嘛 能不能简单的先介绍一下自己在电影中的角色 好,那我在里面是演师兄关一龙 那我们从小到大就一起练功嘛 对,然后到最后去到上海大城市 然后要帮师父报仇,对啊,然后就发现 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这样子 那我在这部大午生电影里呢 扮演的是师弟,孟尔奎 孟尔奎从小就开始背负一个家丑的一个包袱 我来之后让师父丁养我们俩相遇人命 最后呢,又到了上海 就成了折 那我也要 要报仇,报家成 所以呢,又把师哥牵连在里面 中间也有感情的一些过程 对啊 那听说两位为了演这个电影呢 也在这个天津市京剧院去学了很长时间 有经历的中断是吧 哦 所以两个月 两个月 两个月 那你们其实作为艺人感觉 没感觉到就是军剧的这个训练 和你们作为艺人本身的一些比如说像舞蹈啊 和其他的这些训练 在这个训练的方法上 还有内容上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 一定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觉得你的态度 你的认真 你的努力 是一定要跟你 练舞什么都 不能就是 不能比他少的 对,因为京剧是特别 特别 因为像大午村他们做什么东西 他们都要做到 就是 没人能做到的 他们能做到 就是不容易的 你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比如说他们的身段 他们的亮相 你不要看就是 这样子 他们的亮相 其实是把整个身体的肌肉都拉到非常开 然后那个姿势 其实一般人要做的话 可能就身体会痠痛嘛 对啊,好几天嘛 对 这一个姿势就能 他们就会练了几年 对 那你们老师呢 有没有带一些 资质上给你们抠的非常细 比如说 你可能一个礼拜都没带到老师的要求 有没有这种 这种情况会出现 其实说京剧嘛 真的像一句话说 台上一分钟 对 台下十年功 一个亮相 一个手势 你到不到位 大家懂 懂行就能看出来 毕竟我们两个 从小就开始练舞声音 就到现在 所以老师要求的地方 就是很严格 所以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去 一周一世的去练 对 那这次韩刚 其实是第一次以这个男主角的身份来参加一部电影 而这个片子我听说里面除了这个无打以外 还会有一些家族的恩怨的这么一些表现 其实给我的感觉是内心的那种戏会比较多 那你跟老师是怎么就是来把这个东西表现好的呢 其实整部戏 摩尔奎这个人就是比较压抑 因为从小就看到那种 全部家族被操掌的那个画面 还那么冷静的去面对 到最后他遇见了很多事情的时候 之前都是很压抑自己的一个状态 不会让自己的一个情绪暴露出来 因为他还有一个中日要报家仇 所以就所有电影 整部电影里边只有一场戏 它是孟尔奎才是真正爆发出来 因为所有很多的事情也在积攒的那一个点上 我会有可能我会把我自己的感受会融入在里面 相比较而言吴敦的这个角色 是不是在性格上就显得更加的外强一点 外放一点 其实一开始他是这样子 一开始是比较豪迈 比较外放一点 因为身为一个师兄嘛 你要照顾你的弟弟 那你的性格怎么样也会比较 就是比较像一个大哥这样子 对 那因为到最后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心情开始复杂起来了 对 就跟前面的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两个人应该是相反吧 他一开始是比较沉默 到最后他就爆发 对啊 那这种情绪的转换 对你来说好表现吗 其实 我觉得 当你了解这个角色 然后当你有了这个方向 对啊 那你就比较好拿捏他那种感觉 对 因为我在海报上看 你们的这个造型 其实就是都是那个没有那个脸上 没上那个京剧的那个油材嘛 但是其实在电影中应该是有 嗯 这些 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吗 油材这些东西在脸上画的 油材以前真没有接触过 以前在拍MV的时候 好早好早 接触过一次的画了脸 但没有真正的深入去体会到 嗯 那这次呢 完全戴着无声的脸 除了无声的脸 还有花脸 我扮的白虎 他扮的美虎王 嗯 所以那个装其实真正是挺痛苦的 然后找来就是京剧 你知道吗 最会画这种花脸的 对 就是画这种京剧的脸 无声的脸的人来帮我们画 对 所以是非常专业的 嗯 然后 我觉得还蛮 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经验嘛 对 对 我也很好奇啊 就是说 他这个脸谱 他其实在京剧里是表现的人物的这个 特性和性格的 那你们在电影中的这些脸谱 导演有没有一些想法 就是说 把他的脸谱 跟这个人物的一些性格 或者是跟情节的一些转换的东西 有一些结合呢 其实 在演绎这个角色的时候 就是这个角色的一个性格 就是要在舞台上的话 你是 就在舞台上你要扮演这个角色的 角色的一个性格 就跟我们现在在舞台一样 我平时上来也是这样 但真正在舞台上唱歌 跳舞的时候 会像另外一个人 性格会准备 就是那种戏中戏的感觉 对 嗯 但你真正换成脸谱 要上台的时候 那时候就不是你自己 对 嗯 二位在片子里和大S的合作 对手戏多吗 挺多 嗯 那你们两个人 能不能谈一下 对他的一些印象 因为你们是不是都跟他以前没有合作过呀 嗯 之前 都有上过他主持的节目 然后在台湾也有 偶尔会碰面这样子 所以 有啊有啊 他有主持 在台湾有主持的节目 对 所以 嗯 一开拍的时候大家都 有一些些认识嘛 对啊 所以默契上也 不错 对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合作 嗯 但我觉得挺幸运的 因为他是比较有 经验很丰富的一个演员 嗯 在拍戏的时候他会把情绪 会带 带着你一起来走 嗯 或搭着这样去演戏 我觉得是对一个像我这样新手来说 也很幸运 嗯 但是有人觉得他演戏并不好 前一段时间呢网上有一个评选 就是说这个演戏不好的女明星里嘛 当然是拍的比较靠前的这个女明星 那你们合作的时候 嗯 有这种感觉吗 你同意这说法吗 我觉得 大家还是看这部戏有很大的突破 嗯 嗯 你觉得他突破 他哪一点 比如说跟你演戏的时候 会给你特别大的 我觉得每一场跟他对戏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惊喜 嗯 每一场都会 但 我觉得这是很不一般的一个 嗯 嗯 嗯 然后还有一个 跟这电影没有这么太大关系 就想问韩康 这个建党也也正在上映嘛 对军中也可算扮演的动作品 但是这个人觉得 你身高跟那个 小平爷爷相比 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其实还那句话 我参加这个 这样的剧组 这样的电影 我觉得很荣幸 因为我在这里边只有一场鞋 没有太子 嗯 你要真正不仔细看的话 你找我都找不到我 对 哎 好多有点啊 你念着看那 是吧 因为我一直做了也看不出来 哈哈 那有可能我跟小平爷爷特征 就是说当年那时候 都是真的是一个年轻的武装 进步青年 嗯 对 真是有可能我们是一个共同年 嗯 但那时候你要说 非得挑这个个头高矮 我觉得这次没有太大的必要 因为我也做了 也看不出来我个头高 嗯 对 那你觉得这会是鸡蛋 你手骨头一种做法吗 嗯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毕竟是大家是关注我 要么人说是没人关注我 对 然后在发布会上 刚才大家也说 他可能接下来要安心造人 然后不再去演戏 那你们俩跟他合作这么愉快 对他的这个决定 你们 这人家家庭的事 咱们就不要再管他了 会觉得有遗憾吗 我觉得 只要他开心就好吧 对啊 然后刚才也跟他讲说 好 赶快生一个宝宝吧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 是他的幸福 对吧 对 好的 很酵 煞